好,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三场比赛,两场法甲和一场挪抄的比赛,第一场是里尔和图鲁兹的比赛 第二场的话是梅斯和南特的比赛,第三场是维京和萨布斯堡的比赛 咱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场是里尔在主场和图鲁兹的比赛 那里尔的话作为这个法甲的这个强队之一吧,他们上个赛季也是排名在联赛第五名 那本赛季的话是取得了五胜四平两负,目前继19分排在这个法甲第五名 整体来看近期里尔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那图鲁兹的话上个赛季是作为升到法甲之后,他们最终是排在第13名 本赛季的话11轮比赛过后取得了两胜五平四负,目前继11分排在第14名 和上个赛季其实没有太大的差距 那整体来看两队其实都是比较符合预期的一个表现 在近期状态来看的话,尼尔肯定要比图鲁兹要稍微好一些 尼尔是取得了五胜三平两负 那图鲁兹这边是取得了一胜五平四负的一个战绩 网级交手方面尼尔也是有一个绝对的优势 尼尔取得了一个五胜两平三负的一个战绩 从这个20年到这个23年这三场比赛的话,尼尔全部是赢下了比赛 所以整体来看这场比赛的定位,咱们还是要,这个尼尔要稍微好一些 拿到这个定位的话来看一下数据方面 亚洲初期的话是给到了尼尔这个一个的中党 也有给到这个中低党 那现在的话其实也没有说太大的变化 一直保持在一球的这个中低党和中党左右的 那对尼尔来说的话 这一个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话 我觉得也是比较够用的 因为他们和这个图鲁兹这个比赛当中的话 其实赢一个球之以上的只有两场比赛 那图鲁兹的话其实咱们刚刚提到 他们其实进攻能力还是不错的啊 输两球以上的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比较少的 那尼尔这边的话他们赢两球以上近期表现也是比较少的 所以给到一个球以后的话 对于尼尔来说也是比较够用啊 那现在的话一直保持这个中低党 也是对尼尔进行一个保护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咱们还是正面的看好一手 尼尔能够在主场顺利打出 好来看一下第二场 第二场是梅斯和南特的比赛 那梅斯的话作为法甲的一个升班吧 梅斯本赛季是取得了两升四平五负 目前积10分啊 排在法甲第16名 南特这边的话作为这个老牌的法甲球队 但是也是属于一个中游或者中下游的一个球队吧 那本赛季是11轮比赛过后取得了四胜 两平五负的一个战绩啊 目前积14分排在法甲第8名 那两队网级交手方面的话 不论是这个梅斯还是南特啊 两队算数又五五开吧 因为梅斯可能在主场的这个作战能力要更好一些 但是他们的客场作战能力确实是比较差的 那在近期战绩方面的话 梅斯是取得两升四平四负的一个战绩 南特是取得了四升两平四负的一个战绩 所以两队近期状态来看的话也是五五开的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咱们来看一下亚洲给到的数据 亚洲初期的话是给到了梅斯这个零的一个高档啊 那现在的话统一调整到了一个给到南特这个025的一个高档 那其实咱们刚刚提到啊 因为梅斯作为一个升班马来说的话 再加上南特这种人气实力实力的一个积淀吧 所以南特在这场比赛肯定是要是受热一方啊 所以他这个调整对于南特来说 我觉得是不太合理的 再加上梅斯的话 在主场他们保持一个超级档 也是对于梅斯的一个比较是一个保护吧 因为梅斯在交手方面主场是没有输过的啊 所以这个超低档对于梅斯来说也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这一场的话 咱们还是看好梅斯在主场能够保持一个不败 那最后的话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三场比赛 第一场的话咱们是看好里尔 结论是主胜 比分是2比0和2比1 第二场的话咱们是看好这个 梅斯在主场保持不败啊 结论是主不败 比分是0比0和1比1 第二第三场的话咱们是看好维京啊 结论是主胜 比分是2比1 3比1和3比2 好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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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